我们前面曾经补充了一个骨髓移植 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个叫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可以治疗很多基因相关的缺失疾病 包含SCID也可以通过基因疗法处理 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发展起来 所以现在已经2023年了 所以已经发展20多年 已经那个年代说有两名婴儿育 因为SCID 因为基因疗法而治疗了SCID 现在一定是更多了 所以更多的做法 好那这个基因疗法是什么特别的优点 骨髓移植还要比对MHC1 有没有办法不要让它比较排斥 干嘛那么麻烦 不能拿你自己的骨髓来做实验 来做治疗吗 就想到你不要拿别人的 拿自己的 你的造血干细胞不是基因缺失吗 有问题啊 拿出来理体培养 然后以病毒作为载体 把正常的基因植入 不就修正它了吗 好这个你本来的骨髓干细胞 因为基因植入之后 修正好之后 在体外培养 让它培养越来越多 多到那种程度之后 再重新注射回你的体内 怎么注射 静脉注射就可以了 这些骨髓干细胞 到入到静脉血之后 会自己找到骨髓钻进去 然后开始分裂 所以它的疗程 其实蛮单纯的 只要定时静脉注射 好我说 基因转折后这些细胞 会开始分裂 越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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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定时拿一部分 打到人体里面 所以就会 可能几个礼拜就回医院 注射一下这些 基因转折后的干细胞 你身上的干细胞就 新的干细胞 就会越来越多 多到某种程度 它所产生的功能 已经可以压过 这个有缺失的干细胞 你就开始表现出 正常的免疫反应 那医生他随时检测 你的免疫反应不断 恢复 恢复七成 恢复八成 跟普通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再回来 继续注射了 因为你体内的 造血干细胞 正常的造血干细胞的量 已经够多到支持 你的正常生理反应了 好这时候你的正常血 就开始表现 所以这样子的病患 治疗过程 不会改变血型 也不用担心排斥 你是拿自己的骨髓 做基因的植入之后 再重新把细胞植回身上 不是很方便吗 我们看示意图 我们患者的骨髓 抽出骨髓干细胞 由病毒为载体 做基因转植 然后开始培养 定时打回体内 就可以慢慢的补充 正常的造血干细胞 就表现出正常的生理反应 不是很棒棒的 所以NCID 或是其他跟骨髓 基因缺陷有关的 基因疗法也是一个选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